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一看這位置 好像有一個花瓶上面的對花 可以用來擺盤 看不看到它是否能吃的呢 通常有這個食神相關都是能吃的 看一看八字是否像這位小姐 漂亮一點 令人親人厲害一點 Miko就是Instagram人 告訴她有多少個追蹤者 Instagram有七百千 是聰明的 或者是雙觀劫材 靠口韻吃 她還很乖 她正在準備的時候 她說了 我知道2020年一定行好好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今年第二天我上了特督組這個節目 你說怎可以誤殺 嘩 這是新的 好 再看看Miko在Instagram裡面 直接說吧 你這麼漂亮 你看一朵花 塗在一個花瓶 就是炒在一朵花瓶 但你不要做一個朵花 你要做一個花瓶 為什麼要做花瓶 因為花會捨 花瓶會難 不會難的 你保持得好 這很重要的 真的要說這件事 很多人我要做一個對花 但他們不明白花 你養得多久 所以會很棒 再說回Miko除了有很多擺靚的照片 其中一件是你新開的YouTube Channel 她開了鏡頭 在我吃 我看到你差不多吃了兩口 就是我較快 看到你吃了第三盆 真的吃光了 然後影片就沒有了 吃很多 其實那些人的心態是甚麼 無聊 你可以試一下 我真的不會吃三個火 她吃三個火 一會吃光 但不是很多 你不會肥 這是不是花 是否所謂的花 這是花 但是你長久之後 你做的花瓶價值高 你有這樣的本事可以做 因為你自己不是 月幕上邊有一雙花 下面有水養著 是否這個格局 很茂盛 很茂盛 所以這是你要做的事 但你現在行雲就無所謂 到你行到何時 原來這個雲剛開始 有時間 你慢慢就回來了 起碼十年 好容易 你剛開始了 25歲開始到34歲 是否行貴海雲 漂亮 水養木 這個磨山得漂亮 哇 還有十年 但是 金和水 我們有一個口訣 金水多情 這個女主 而在相關方面 今年是庚子年 庚子年其實是合月幕 就是說 你有機會 就叫了結識一個新的人 或者 你和你存在的 就有新的結果 那如果你跟另一個木 說現在要 行去另一個階段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怡淚星 這個木合會生火 火就是這個人的怡淚 你不會去另一個 另一個程度 你就知道要怎麼做 小心一點 小孩你不明白 你解釋給我聽 小心一點 如果你想跟你現時的位置 去下一個階段 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去便利一點 你明白了 去便利一點 因為你很容易生孩子 你明白嗎 你不知高雄說 我明白一點 我覺得不要錯過這樣的機會 因為現在有時候 女生事業強的人 是 通常你 你以後要再生 就比較辣 你現在要一個服務 你以後沒事 現在正在行運 你行運即是事業 你怎樣都會有人支持 你可以做得到 那為甚麼不做 我提議是這樣 別人說 不用了 我要自由 你的人是永遠有自由 你不用怕 因為這個八字 水深木是無飄的 它不可以在一個地方太久 它又不可以了 它做一件事 做一件事 就會變 這就是你的性質 很想 怕它 所以做這行是OK的 那還要做甚麼呢 逆馬星 你不要在你出城 因為你行 你看 一二三 三粒大逆馬星 加上第四行 你又說 你怎樣可以坐在一個地方做事 你有沒有打算 要遠走高飛 或者要 有工作機會 明天飛 是不是很害怕 你越去得多 運氣就越好 所以我的運氣在國內 國內國外 總之你要走 總之要走 總之要走 我們走 你說如果有小朋友 就趁早 那他不會過了某個歲數 對呀 有Expiry date 這個 喔 有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 OK 我一定會跟自己說 三十四、三十三 一定要生 是要拿到這麼重嗎 唉呀 那不行 當然要早一點 因為現在的時代不同於以前 以前的人沒有工作 就是生孩子 現在不可以 你有事業 你有很多工作 你有stress 還要飄來飄去 還要飄來飄去 你說有就有 那我想問 他又不喜歡 又會跟 又飄來飄去 你又要飄 又要照顧疑慮時 自然搞得行 但你不要刻意想怎樣搞 總之到這個運氣 你自然會有辦法搞得行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害怕 你自然去行 不行 我一定要想到 一定要這樣做 你想到的事 不是你命運有的事 你命運有的事 你做到媽媽 你就會做得到 但今年是比較想拼絲 其實你現在行的運程 是引星運 是容易賺錢 有這樣的運 那你不生孩子做甚麼呢 繼續賺錢 你還要賺到 你生著也可以繼續賺錢 那會不會說 不要了 認識一點 會不會說 有了小朋友之後 賺得更多 這個他不生孩子 有很多 你賺錢的 跟你生孩子的兩種東西 我有建議 你轉做花瓶 你捧小朋友上來做花 那兩邊就被你遷就了 我還不如遷就了 這個很厲害 我都賺 你還有甚麼要問 我想問的就是 今年穿甚麼色會黃一點 我問了 我問了 如果你的八字 說是說熟水 水旺 你就會好 我問你水是甚麼顏色 藍色 白色 水是沒有顏色的 那你會不會沒有穿衣 所以跟顏色沒有關係 是關於你應該做甚麼 既然你水旺 做回水做的事 好像你吃東西 飲食的事 其實跟水有關 所以你做這件事可以 水還有甚麼 traveling 所以不是用水的顏色 是用水的性質 總括來說 它由花要變花瓶 要走動多 還有非常之高的機會 有小朋友 好 回去做你的高個吧 好厲害 傳說中那麼厲害是真的 因為特督祖義不認識我 完全不認識 然後說我的事業方向 是要到處飛 因為接下來我的工作 是到處飛 不是基礎在馬來西亞 所以我覺得 好準 我沒有跟他說過 他這樣看一看 他算得出來 有些被人看穿的感覺 不是吧 我們先看你 可怕 我們先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